一无反顾的相拥 仅仅不愿离别的双手 那一刻爱已升起 那一秒 你由我相容 可这份爱却在不久之前 经历一次挑战 第一次真正交代证的缠绵 翠花仿佛无法舒服自己离别 自己的不舍放手 意外给自己的心 留下了一个印记 无法磨灭的那种 即便到了最隆重的颁奖环节 翠花的心头 依旧全被那个女孩 那个无比特别的长发姑娘填满 可怕到 就连酒精都压抑不住内心的欢喜 无法理解 无法解释 自此 翠花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变得无精打采 时不时的在网上搜寻 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消息 乐此不疲 就连开车 都成了无比艰难的事情 时不时的放完手机 查询跟她有关的讯息 差点酿成悲剧 可如今 习惯太久的辣妈生活 让翠花不敢面对眼前的一切 可朋友一眼就看穿了她的眼神 那双迷人的眼睛里 忽然间有了希望 在朋友的鼓励之下 深夜翠花鼓起勇气 向那个女孩发送了第一句问候的话 苦苦的等待最美好的回应 既害怕又折磨 那是翠花第一次鼓起勇气 向上司打听有关她任何意思的消息 两个人的爱情忽然之间成了一种打不破的默契 另外一边的她 此刻也在挣扎 互生情思的介意 她担心翠花的家庭 翠花的孩子 翠花的一切 可今天彼此有了一个交集 一个悄悄安排的约定 那一位翠花 是她期待已久的会面 那是翠花第一次被主动邀请 更是她日四夜想的美好时刻 可忽然之间 心里的爱再怎么努力 也没能说出那句话 说出那深藏心底的秘密